台北木榨动物园风管四天 驻大陆增台大熊猫团团圆圆洞房 民进党2012人选4月份底定 传蔡英文两周后将宣布参选2012 民进党方面即澄清 执行通知书送达贬家 吴树珍将于2月18号赴台中监狱服刑 民进党方面表态不赞成 贬系子弟兵出面声援 国民党籍明代邱毅却质疑其享受特权 吴树珍入坚在台湾将引发怎样的波澜 东南卫视台北演播室专访台湾时事评论员林建南 为您带来独家解读 悉尼奥运跆拳道铜牌得主台湾警花季书如 与有父之父通奸被捉奸在床 欢乐东南新春出发 欢迎收看由盼盼食品独家序民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我是韩哲 今天晚间有我在福州和在台北演播室的 驻台观察员张磊 我们一起为大家带来海峡两岸的新鲜资讯 张磊你好 韩哲你好 我是张磊 在台北驻东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好的 我们带您一起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 大陆增台大熊猫团团圆圆 今年已经是在台湾度过第三个春节了 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繁育下一代 一直是受到外界的关注 那么今年春节以来 台北木炸动物园传出了好消息 由于最近母熊猫圆圆频频有发情的迹象 因此原方从9号起到12号封馆四天 要让两只大熊猫择食洞房 专心制造熊猫宝宝 春节期间的台北木炸动物园人潮满满 像往年一样大熊猫馆更是塞爆 每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在问 团团圆圆圆什么时候能给台湾带来小团圆呢 预计春节就可以动访吗 春节是有可能 但如果这个回暖这个期间够的话 可能这几天他们就可能要进入这个会发情的高峰 因为彼此已经这个可能也忍耐很久了 从原方传出的好消息是 今年七岁的公熊猫团团已经长大了 圆圆最近也不太一样 发情状况明显 这意味着团团圆圆好事劲了 台北动物园也决定从九号开始大熊猫馆休馆四天 好让团团圆圆可以专心的制造小熊猫 九号早上团团圆圆第一次入洞房 母熊猫圆圆不停的发出叫声 她在团团身边走来走去 但是团团却无动于衷 反而不断的向管理员要东西吃 对圆圆的示好视而不见 这让在旁的原方人员干着急 工作人员见状担心团团误了良辰及时 决定采取人工受精 并在九号中午对圆圆进行了人工受孕 据了解大熊猫人工受孕的受孕几率估计可以高达六成 而大熊猫怀孕期从八十三到两百天不等 怀孕时体貌并没有明显变化 每胎产一到三只通常为一只 十号上午台北木榨动物园再度安排团团圆圆入洞房 虽然母熊猫圆圆台尾动作明显 团团依旧不解风情兴趣缺缺 因此原方上午九点半再次麻醉圆圆进行人工受精 原方表示他们将再接再厉 预计今天傍晚还会再安排小两口入洞房 原方评估最快本周日团团圆圆就会与游客见面了 好我们再带你来关注民进党2012党内初选的消息 民进党中常会9号下午讨论通过 4月30号前完成2012党内初选提名时程 4月15号完成区域民代提名作业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被媒体追问时透露 大概一两个星期内就会做好参选决定 不过随后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又急忙出面澄清 民进党中常会9号下午通过2012初选提名时程 4月30号前完成4月15号完成区域民代提名作业 在民进党中常会大门口蔡英文成了记者围堵的对象 中常会做了一个决议就是说在4月原则上在4月底完成这个提名的程序 蔡英文难得亲自出来说明似乎有定调意味 他甚至进一步再透露个人动向 在记者的追问下蔡英文磨灵扬可的回答 让部分媒体解读蔡英文最快两周内做好参选决定 不过民进党副秘书长洪耀福接着向媒体表示 蔡英文的意思是民进党两周后将提出2012初选时程送中常会讨论 并非外传的党主席蔡英文在两周之后宣布参选 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发言人郑文灿今天表示民进党智库正在筹备当中 由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领军下设两岸经贸组与财经社福组 分别由民进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肖美琴和民进党副秘书长刘建新负责 那么据报道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去年新北市选举中拿下了100多万票 领到了选举补助金3000多万元新台币 依照民进党的惯例 蔡英文把三分之一的补助金捐给了民进党 剩下的2000多万元则是用来成立民进党的智库 好我们再带您来关注陈水扁妻子吴书珍将入监服刑的消息 陈水扁妻子吴书珍金涉及龙潭购地等弊案被判刑17年半 高雄地检署发出入监执行通知书9号送杂扁家 要求吴书珍在18号盗案执行 而这一天刚好就是陈水扁的新历生日 吴书珍的17年半刑期透过扁半证实 最快在元宵节过后18号就要发监执行 陈前总统的身份证上面有生日 那一直我们昨天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们觉得说怎么会故意再找这个时间 扁半证实扁家确实已经收到雄简的执行通知书 要求报道的时间还跟陈水扁生日同一天 而当天如果要报道 依照入监正常程序 吴书珍得先到雄简的执行科报道 等检察官确认身份 之后再以专车送他到台中陪德医院服刑 但是检方考量吴书珍的身体状况 在球车上面除了有罚警之外 还有配合医务人员随时照料 身体检查的一个部分 我们会交由女性的管理人员来负责办理 检方表示 吴书珍在陪德医院的照顾下 如果能维持基本生活 就会在台中监狱服刑 如果无法照料 也会依法让他把外就医 甚至安置到适当住所 不过对于吴书珍 到时候会不会准时报道 或是提出延缓入监的要求 检方不敢预设立场 在陈水扁入狱后 他的妻子吴书珍也将发肩执行 对此陈水扁的幕僚 今天表示 扁家人难以接受 认为形同政治谋杀 民进党方面也表示 不赞成让吴书珍到台中监狱医院 入肩服刑 不过国民党籍民代邱毅则说 即使18号吴书珍到案执行 还得送到台中监狱医院会诊 根本还是在享受特权 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 今天上午证实 已经接获通知 18号要将母亲吴书珍 送往培德医院 不过陈志忠表示 家人都为台湾司法的这项决定感到忧心 他说母亲无法自理生活 大家都知道 如果预方要强行让吴书珍入狱 无意置他于死地 是政府杀人 陈志忠还表示说 如果可以 18号他愿意自己陪同吴书珍到培德医院 对于吴书珍入肩服刑一事 民进党发言人郑文灿今天上午强调 民进党不赞成在评估不明确 甚至草率的情况下 让吴书珍到台中培德医院入肩服刑 贬系紫迪宾民进党籍明代高志鹏 也在今天替贬家说话 希望马政府不要再把贬家当提款机 否则有一天一定会成为马政府的负担 而国民党明代邱毅今天上午指出 吴书珍执行过程充满礼遇和特权 即使18号到案执行后 还得送至台中培德医院会诊 也就是说届时还不见得入肩服刑 邱毅质问说 从整个台湾来说 受刑人哪个可以享受如此接连不断的礼遇和特权 好的各位下面马上带你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我们一起来听听台湾嘉宾 他们对吴书珍即将入肩服刑 都有怎样的观察 张磊时间交给你 好的韩哲 今晚我们的嘉宾是台湾的时日评论员 李建南先生 李先生你好 张磊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吴书珍的发行日期是一拖再拖 那么最近是确定18号正式到案执行 那么据您的观察 台湾民众对此的反应如何 那当然台湾民众当然绝大多数讲 就是终于这个案子定案了 那尘埃落定了 拖到元宵节后呢 那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别人有没有这个待遇 可以拖到元宵节 那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说大家觉得说 这个时候如果能顺利发奸呢 那这个呢 就让这个正义得到伸张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问题就是发奸 它只是一个执行程序 开罗 就它先发个单发奸 然后理论上是你到监狱去报道 那如果你不报道 或者说你提出这个理由 说我现在身体不行 所以这出戏后面会怎么演 大家再看 这只是一个起步 那么民进党是公开表示说 不赞成 吴书珍发奸服刑 那么甚至有贬家的子弟兵 高志鹏 也是说呢 这个是 正因为是吴书珍 所以马当局才会这么严格的对待 那么你认为他们的说法 这样的主讲吗 第一个高志鹏本身有案 那么他中间有很多 因为贬家他不是 他整个牵涉弊案不是他一个人 他有一群人 那这个时候 所以他自己可能就是 他这个时候 他对任何 任何对这个不利的 他都有感同身受 所以他在中间很多很多抗议 那所以他的讲法 是是有点这个 自己的想到自己 他会特地 就觉得说 觉得说要制造这个氛围 就是马政府压迫 马政府消费他们 然后来制造 来弥补自己 身亡不足 这是他一腔情愿的 一腔情愿的说法 蔡英文对于贬案一直的 他的立场 他没有说他无罪 只有高志鹏他们那些人 说他无罪 民进党没有讲他无罪 但民进党一直讲的 就是要求司法的公正 要求人情人权的兼顾 但是呢 不敢帮贬 贝书说 贬家没有犯罪 对 所以我们看到 对吴书珍发奸事情 这个事情 也有不同的声音 像国民党明代邱毅 他就说 他整个过程是充满了 礼遇和特权的 你认为他这种说法 你认同吗 他这个 就是说看你什么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一点 就是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那个不是说都一样叫平等 那叫假平等 我们要考虑实质平等 那实质平等什么 第一个 就是说当事人 那无数人身体是差 那这个 所以他这个情形就是说 你不能说跟一般病人一样的待遇了 你当然要给他特别考量 这是有 那么第二个就是 他到底当过台湾最高领导人 他以前享受了尊荣 那你今天一个人就说 你在生活这般下的 你今天坐牢 跟你在这么高坐牢 你这个精神压力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要给他考量 还有他会受到比较多的侮辱 以及攻击 但是就说 他是比一般人离遇 他也比是一般人幼儿 但是我想如果法院监狱考虑的立场 是他的身体 以及他 他过去的这个地位 容易遭受到屈辱 跟容易遭受到攻击 而多做一些防御措施 我想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对 好 谢谢李先生 现在把时间还给福州 韩哲 好的 谢谢李静南先生 在台北演播室和我们分享了您的观点 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欢迎进入香港名医 下节提示 台行政团队改组 因台南民代补选 窃占词官的台青府会负责人 王玉婷露面交接 悉尼奥运 台拳道同牌得主 台湾景华季书如 与有父支付通奸 被捉奸在床 好 各位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今天上午台行政机构改组交接 最受媒体关注的就是 因台南民代补选议题 杠上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普聪 引爆窃占风波的台当局 青府会负责人王玉婷 自从窃占风波之后 王玉婷就一直请假 直到今天才首度露面 对于被批评是窃占的政务官 他说过去的就过去了 很多事情自己清楚是什么就好了 请自后整整20天 王玉婷终于露面 青府会迎新送救 这前主委杠上金普聪 因为台南立委补选引爆的 确战风波 总要说个清楚 过去就过去 不要再多讲 再多讲有时候都是一种 对 就这样就好了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很多事情 自己很清楚是什么就好了 言下之意 还是千般委屈 金秘书长有多么不留情面 王玉婷不想再谈 该组导火线 中途退场先休息的 还有他 有些事情就像你 然后一个一个 这个房子盖了一半 没有把它盖好 可是我觉得这也没办法 这个是要坦然接受 话里的不寻常意味 透露离开当下职务 也不是主动意愿 两位救人分头 跟大家说拜拜 剧阵直观风火效应 可未必就此了结 悉尼奥运跆拳道 铜牌得主 季书如换跑道 当警察 现在却传出爱上年纪 比自己大十岁的已婚男部署 那么据台湾媒体报道 九号凌晨 季书如趁着部署的妻子 回娘家的时候 登堂入室 结果被捉奸在床 这也是让这场 不轮之恋曝光了 那么今天上午 季书如所在的 新北市交通大队 海山分队 决定快刀斩乱麻 将他寄过 同时调职处分 确实被发现 以曾姓远景 共处一次 有这个不当交往的事实 季书如短发充满阳刚气息 二十八岁的他 有着高挑的身材 八号晚间 他和前交通队同事曾姓警察 到板桥餐厅吃饭喝酒 后来因为不胜酒力 因此一起回到 曾姓警察的住处休息 结果被返家的曾太太发现 两人共处一室 衣衫不整 气得着警察单位提告 这个人该死吧 应该要更严厉一点的 来惩罚他 来就是把他制服啊 极恶如仇 伸手矫健 过去在台湾跆拳道表现 亮眼的季书如 曾在2000悉尼奥运会上摘下铜牌 2004雅典奥运会 跆拳道比赛中 也有不错的表现 卸下跆拳道优秀选手的光环 季书如穿起警察制服 抓贼办案同样出色 但如今自己却成了 妨害家庭的被告 警方表示早在去年5月 就曾听闻 季书如有不正常男女关系 当初还找来三方肯谈 但没有证据 只能劝导 原本担任交通大队海山分队长 也因为情感因素 被调职到新店分局当巡官 从小到大 季书如学业工作都很抢眼 还被同学封为霹雳锦花 因为形象清新 季书如还曾担任 台湾一日警察节目的女主角 当初她还大方受访 说自己更要注意下班行为 如今深陷婚外情风暴 季书如被寄过调离宪职 等待调查 大好前途也恐因爱情而断奏 好下面我们要再带您的连线台北演播室 一起了解一下今天台湾的平面媒体都有哪些关注和报道 张磊 好的汉哲 昨天台北书展开幕 那么马英九致辞 他也是公开回应两岸签订文化协议的问题 我们来看旺报的报道 两岸文化协议马首度表态 马英九是怎么表态的 他首先是比较了两岸出版界的实力 他首先是背了两组的数字 那么09年的时候台湾出版的图书有4万种 大陆出版了16万种 看起来大陆是台湾的4倍 但是如果加上人数的话 那么因为大陆的人数是台湾的56倍 所以马英九认为 按照人数比例来看 台湾的出版业的实力是比大陆要强的 那么第二 马英九说大陆的人口是很大的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对台湾的出版业来说 所以将来讨论文化协议的时候 要能够帮助台湾的出版业来打开大陆的市场 好换个焦点 今年台湾开放陆生赴台攻读学位 那么台湾总共有134所大学 他们分别能招造多少学生呢 这个要学校自己申请 但是要由教育部门来核定 那么核定的结果昨天出炉了 来看今天联合报的报道 大学招陆生名额 冯甲74人居冠 那么其实今年台湾开放的这个门缝是很窄的 总共呢 只有2141名这个陆生的名额 100多所学校一分呢 那么冯甲74人就是第一名了 好换个焦点 前一段大陆的企业家陈光彪在台湾行善 那么离开的时候呢 说我还会再回来 何时均再来呢 今天中国时报有一则报道 陈光彪高雄设基金会续在台行善 陈光彪将在台湾设定一个公益团体 叫做光彪慈善基金会 那么他已经委托中华海峡两岸企业交流协会的理事长 黄建雄来申请 那么黄建雄表示 陈光彪说呢 要至少拿出新台币1亿元 来成立这个光彪慈善基金会 并亲自担任董事长 那么这个基金会的选址呢 是设在高雄市 成立的时候 陈光彪也要亲自来高雄进行揭牌 时间呢 应该是在今年的五六月份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春节前台湾的这个物价呢 基本上是动涨的 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一个好年 那么春节以后呢 挡不住了 我们来看今天联合报的头版 挡不住 台糖小包糖36块 涨到39块 小包糖是一公斤的 那么大沙拉油是18公升装的 780元涨到840元 涨幅大概是8% 那么最快呢 本周就要实施了 我们来看最后一条 今天联合报 两年零利率 青年成家 房贷下月申请 台湾内政部门昨天宣布 那么为了让青年人能够安心成家 那没有房子的怎么办呢 给你补贴 如果你买房子的话 房贷头两年是零利率 而如果你是租房子的话 那么每月每户补贴3600元的新台币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报纸的关注和报道 先把时间还给福州 韩哲 好的 谢谢张磊 各位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欢迎进入香港名医下节提示 台湾嘉义凤天宫妈祖神像起驾 绕进嘉义县市祈福九天八夜 台北台中元宵市灯 吐造型主灯亮相 场面壮观 玉兔迎春 喜要台北 好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9号晚间台湾嘉义县新港凤天宫开台妈祖起驾 在嘉义县市展开了九天八夜的山海油香营妈祖绕境起步活动 凤天宫周边的巷道挤满了信徒公营妈祖 配合此起彼落的高空烟火 让现场热闹非凡 即时一道嘉义新港凤天宫妈祖身穿华衣挂金牌 在信徒供应下缓缓起驾 凤天宫妈祖让我们一起去 要进宗教盛事 王金平 嘉义县长张华冠 嘉义市长黄敏慧等蓝绿明带都到场 徒步抬轿 凤天宫开台妈祖的严谨 一百斤秒来给我们参加 新港凤天宫开台妈祖经过拔杯 在九号晚上六点起驾 信徒持乡参拜万头酸洞 镇头各血神通 锣鼓喧天 一晚配合高空烟火 凤天宫妈祖开始九天八夜绕境 预计经过嘉义县市十一个乡镇市 路程全长三百四十五公里 为台湾祈福解厄 今年台湾元宵灯节周五登场 九号晚间台北台中举行试灯仪式 两个城市都以应景的兔子造型为主灯 搭配声光效果 场面十分的壮观 我们就马上透过台湾媒体的镜头 带你来先读为快吧 玉兔迎春喜药台北 今年台北灯节主灯是应景的 baby 2 晚间试灯烟火搭配水舞 音乐和灯光 声光效果十足 今年主灯不但会360度旋转 并且使用了200多支LED灯管 让人看了目不暇即 除了主灯外 还有学生作品 一样都是应景的兔子花灯 而台中灯节晚间试灯 同样也让人大开眼界 3 2 1 今年台中灯节 以爱丽丝梦游仙境故事为主 推出宝贝兔主灯 十座主题灯串联着故事场景 主灯兔子右手拿着时光钟 象征带领台中市民 遨游各大台中景点 可爱的花灯 适应很多民众 在元宵节前 到现场一睹为快 好满意 很满意啊 很漂亮 色彩多变化 好下面要再带您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张磊你今天在台北 还有没有观察到其他的讯息要和我们共同来分享的呢 好了 韩哲 俗话说一年之际在于春 那么春节假期刚过 两岸就开始密集的安排经贸交流和互动 首先登场的就是21号举行的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的第一次例会 那么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是ECFA 也就是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后续议题的协商平台 以及今后的执行机构 所以这第一次例会是非常重要 那么这次例会可能讨论的议题 包括两岸的这个经贸团体互设办事处 以及将来两岸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合作 还有呢 就是ECFA后续议题的协商 包括货品贸易 服务贸易 争端解决机制 都可能随后启动 那么俗话说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也祝愿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的第一次例会 能够圆满成功 东南卫视也会全程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台北演播室的全部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韩哲 好的 谢谢张磊来自台北演播室的报道 各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好了 各位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晚间的收看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的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 就可以登陆到我们的新浪微博 我是韩哲 在明天晚间10点 我们再会